今早上周到早上 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 以那方便是 上海海派文库 依旧在高西上 欢迎了 大夫教的周围于老师 欢迎了 自身美体领 领树老师 欢迎了 有点刚的海派文库 最精彩的部分 应该就是刚上海女人 跟他走的 那么各恰恰是海派文库当中 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那么男人家座 海派文库当中 上海女人的走的 结果我想 那个武东 够是一位嘉宾 两岁来刚刚走的 好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海派三日行 我是林莎 我是顾浩 我是周培元 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 跟大家聊一下 上海男人这个话题 其实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上海男人 已经成了一个特定的名词 那我们都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其实上海男人的行程 和我们上海这个城市 它的性格也是有关系的 密不可分的 密不可分 对吧 我们这两天 因为要到直播间来 大家有没有 跟你身边的朋友 去聊一聊 所谓聊了一点 大家怎么看 我是聊过 因为昨天我跟建工出版社 上海风社社长 一起喝酒的时候 他还专门跟我说了 他说其实上海男人 他跟其他城市不同的原因 就是跟城市这个文化 城市发展有关 有关系 他说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上海的女性 很早就参与工作 结果他不是家庭妇女 对 所以他就是跟男性是平等的 对 那郭老师身边朋友怎么说 因为呢 最近到北京市 特地去问这个播 这个节目去谈 或者叫北京去 你心中的上海男人怎么样 但是在我过往的 这样一个生活 一个过来的一个 一个岁月当中 经常会听到上海男人 或者说有关上海男人的课题 或者说 其他城市的人 对上海男人的评价 其实上海男人 就像周老师讲的 离不开这座城市 离不开这座城市的妇女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说到上海男人 这四个字 他的一个特点 就排在前三的 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很多都会说 很多非上海人都会说 上海男人是精明 精明 对的 非常精明 然后呢 比较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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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有一个词在网上 叫把上海男人形容成 马达桑 马达桑 对 马达桑 而且呢 我跟郭浩老师 这两个都比较 雷射 都说以上 还好男人 对 我们待会儿来 深度解误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 排在前三的 好像说上海男人 比较有腔调 对 这个词比较讲究 比较讲究 社交礼仪啊 都比较在你 其实这也根源于 我们前面讲的 跟上海最早比较开放 最早接纳一些文明与关 其实说精明 我觉得这个词 它应该是个保育词 郭老师 你怎么看 精明 其实说上海人精明呢 其实一点不假 但是这个精明呢 很多人把它看成说说 不是保育词 很多外 上海以外的城市的人 都把上海的精明 上海人的精明 和上海男人的精明 看成是贬义词 好像精明不大气 好像精明不聪明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大家知道 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的生活 还不那么富裕的时候 所以大家的工资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那些工资 男人要能提债 能够生活更加比较 能够拼着 一招牌就得低 你必须要尽量洗水 你尽量洗水 你就是要该购草牌 一定要购 比如说 点语上的那些质物体 就是这样 那些刚才强调 然后刚才就是这样 要必须要顾一些理质 必须要顾一些理解 可是草牌主体在那边 你必须要看人家购 而且就比较 你能够劳劳精明 可能 人家购义 兄弟三日 哪个人家购义 不得打手打架 真正照样点语上的那些质物体 都没有能力了 所以他就精明和聪明 自己有一个误解 有平衡能力比较 对 无认为 各精明就包围着聪明 而反正如果精明和聪明 是活着分开的 对 就它和算计是不一样的 对 会不一样的 对 我就是看 没有聪明 那时候我得有精明 等于这个精明就提了聪明 跟他说我聪明 而且勇于爱我 那能更好提议 和谐 家庭自己 对吧 保存自己 所谓自己 那能更好 让人家购义 跟人家购义 所以我另外一种精明 就是保译 咱们的变异 其实那个 可原老师 其实精明里面 他还有一个上海男人 是比较规范的 很多人可能认为 上海男人比较计较 实际上就是 当他认定的事情 他承诺你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认真去做 对 但是他如果没有办法 承诺的事情 他是不会随便去拍胸腹的 对 这也是上海男人 刚才郭老师 其实也讲了 就是精明和聪明 其实他觉得精明 是包括聪明的 对吧 当然我觉得 对上海男人 现在我们更多的是 一种广义的概念 有老一辈的上海男人 也有像我跟郭浩老师 这样说 中年 中年 对 也有80后90后的上海男人 我觉得就是 我们广义的来理解 而且城市 上海城市更加包容 更加开放 对 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有些的标签 在慢慢的淡化 因为现在文化和价值观 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是的 当然我们刚才讨论的 其实还是对一些老上海男人的一些评价 比如说像顾家精明 或者有些 或者不够大气 对吧 还有就是他在某些方面 好像是考虑比较多 不像我们有些北方男性 也就大了咧咧 包括我们吃饭呢 比如说上海男人喜欢A字 是吧 但是现在80后90后也这样 对 也这样 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现在越来越开放 那么上海男人的这个标签化 我觉得有可能会去掉一些 对没错 就上海男人身上的确贴到了很多标签 但我觉得这个标签也是来更容易帮助我们来认识 了解和上海男人 对 那个陈渊老师刚才提到了 上海男人比较顾家比较爱家 就是很多外地女孩子 对 愿意找一个上海老公的一个理由 对 其实我们两位男士当中 小冬老师一看就是一个特别顾家和爱家的一个男人 那要给小冬老师贴 你给我们陈渊老师贴一个标签 就是马大扫行的 过我们讲讲 在生活当中你怎么顾家和爱家 有没有什么具体例子跟我们聊一聊 其实林彩老师肯定都知道 我是在外面很忙的 我又是大学老师 然后又推广建筑文化 经常带着很多市民走大街 对吧 但是我走完以后 我马上就骑个车回家 就马大扫起了 对吧 马大扫 因为我夫人烧菜烧的大概没我好 那么就委屈要打要扫 麻吉欣喜的钱 对吧 那么关键呢 就是这个买好吃好以后呢 那么我们很多上海男士 现在还洗完 要打尾椅了 那么打尾椅其实没别了 大叔的车 这个义饿车 因为规计打尾椅 我近日回来 规计打尾椅他最大的男人为什么要洗完 最大的打击 因为这些人一上来一由就在这个习惯 上手了 上手了 这就提了女人应该对他 对对对对 因为呢 老公呢 因为打尾椅要顾名了 老公我这时候要顾名了 打尾椅 打尾椅 我来打我来打对吧 然后呢就是吃好看嘛 我当做锻炼身体嘛 站着 然后洗完也蛮开心的 就是我是享受这个过程 我把它认为是一个什么 认误 或者认为是一种被动的 认误或者把家伙看出的是一种 我应该承担的这种责任 男人应该有的一种担当 男人应该对女人应该有的一种呵护 就这是一种不同的心态 其实这个还不足以让我们观众朋友来去羡慕 小冬老师会一直记得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对 太太的生日 来跟我们讲讲 这个你通常会怎么过 其实我每年啊 就是到了结婚纪念日 我都会给他有个惊喜 比如说像今年的疫情期间 正好五月五月份嘛 我们结婚纪念日 然后我就请他在和平饭店住了一晚上 这个我就觉得很有创意 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同学啊 朋友见证我们这个时刻 结果我们这样一弄以后呢 很多上海男人呢 就是就被老婆说了 说你谈教学学你周老师 人家多浪漫 你们呢就知道给点钱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搞艺术的嘛 那么也是经常了解历史建筑 我觉得就是阿拉萨海劳动不计 就是说check 中老爹地 因为呢住老饭店 而且疫情期间呢 我们文旅结合以后呢 很多次有优惠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三人行 我们也住过养子饭店 接下来我们25号要去体验一下 你看这个很 你看那个我们平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话里面就 上海男人的精明也体现出来了 对啊 对吧 就能够节约一点钱 能够节约一点钱 但是呢又不缺少浪漫 不缺少浪漫 对啊 然后又很细心 是的 所以上海男人这个标签在我们陈游老师身上体现的是 非常完美体现 其实我们郭浩老师体现的也很多 郭浩老师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很精致的 但似乎跟这个马大嫂这个词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 但好像似乎不是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呢不能单从外表来看 比如说大家认为我比较注意形象也好 或者说比较精致一点也好 在家可以做饭的 但是恰恰想法 我跟周老师一样 其实大部分上海男人都这样 比如说他不把做家务看成是一种 好像额外的东西 或者是说男人做这个东西就是一种 贬低 是不是的 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说的一种腔调 就是他很勾大体 这也是有原来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长海女人 我想想到长海的土地 我们不是局限于上海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是在上海这块土地上来讲 就是讲上海男人 其实上海男人不完全是出生在上海的本地的 真正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本地只有20% 所以80%是当时的时候是因为 江振一带 对各种原因战争的原因 上海最早开放的原因经济地位的原因商业的原因 周边的广东南到广东广西两广福建 福建 北到东北北京也有包括河南 河南 然后在当面到安徽江浙 江浙多一些 然后他们三十十年代二十三十年代 从各个家乡来到上海 然后上海的包容体现在哪里 就是因为各个地方来到上海 他们把自己身上最优良的东西留存在上海 为什么最优良的东西就可以留存在上海 不是一种不良的习惯留存 你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同 只有优良的东西才得到认同 所以每个地方把自己优良的东西 融合在上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文化 而这种文化就是海派文化 而这个海派文化 在我们作为一个男人 就来谈男人的体材 在男人的身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 上海男人的一种优点也好 一种特色也好 就是这个特色是来自于五福士海的 所以在上海男人形成了一个共同点而已 所以我刚才讲到 比如说这个老师是一个非常顾佳的人 其实我也是非常顾佳 我经常把阿拉萨的印象到 下午有活动 晚上有活动 早上我去买菜 买菜把家务都干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安心地 我下午的活动 晚上的活动 如果福乐部跟我一起出来的 他也可以安心地回到家里 就有现成的东西吃 你把家务料理得好好的 你就体现了一种智慧 家里就和睦了 而且我们通常三日星有活动的时候 太太益智也都是陪伴在家的 就是通过不同的形式来体现 上海男人这种智慧 好像看到很细小 我们其实上海男人的精致 就在于他在很细节的部分 他恰恰做到了 其实很多城市的男性都有各种各样的优点 只不过上海男人其实把这些优点 他变成了一种习惯 融入到了生活当中 我们从小的印象就是 都是家庭里面像我父亲也是 做饭买菜都是我父亲来做的 就我母亲就从开始跟他结婚就食指不沾阳春水 从来就没有做到 比较好 对对 还会经常挑挑刺 发发点 这个菜我不爱吃 我要吃什么 这是 其实是上海女人幸福的一种体现 对对 所以说上海女人爱发点 实际上是被上海男人给储出来的 对对 刚才那林莎老师 其实我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想到一个词叫契约精神 对 确实在我们因为当时上海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 包括工业文明 对对 就是工人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所以就是你不能乱迟到的 就契约精神当中重要一点 是上海的特点 所以我们上海男人一般不迟到 你发现 对 就我们约定好比如说一点钟 除非是车很堵 但是我们都会放余量的 对 如果是有迟到我们会就是 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契约精神 精神的体现 这是优点 不理缺 对对对 这是优点 像有些我迟到几分钟 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女性也可以体验幸福 女性可以迟到的 我们可以让女性迟到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女性她要化妆 这个晚一点 有时候也是 我们就是 有时候我们一家人要去做客 也是 我提前十分钟就站在门口了 然后就叫夫人 好时间到了 等一会 夫人时间到了 等一会 等十分钟 没问题的 我们也很耐心的 对吧 除非现在滴滴打车到了 那没办法 只有冲下去 冲下去再说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上海男人 当然我觉得 不仅仅是上海男人 其实在上海生活的 很多男人 他都有这样的一种 很好的习惯了 其实就是一种传承 对呀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刚才跟我们小冬 我们都是中年 中年的年龄 所以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 不是我们自己去刻意地去这样做 是在我们在从小的时候 老一辈 父母老一辈他们就这样做 我们老一辈 我们父母一辈 可是他的父母 或者祖父辈 来被他们这样做 延续下来 而这些 我祖父辈 来被就是来自于武士 他们在上海生存 他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最好的 可以存在的理由和最好的存在的方式 这些方式恰恰就是一种文化 对 所以他们的言传身教 可以说深深地刻在我们的骨子里面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文化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对 因为上海它本来就是 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阶段 不管是从文化也好 经济也好 或者方方面面 它相对有一点点是趋向于西化 对对对对 像我们那个郭浩老师就是这样的 比如就是咖啡 下午茶 对生活文化是特别特别讲究的 对对对对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呢 我觉得因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大家改革开放之后 尤其最近这二三十年来 基本上上海的 基本上我们的生活都比较好 所以一般性能喝点咖啡也好 作为打扮一点都没什么问题的 不是就普通能都可以做到 对 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 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 因为我们的生活好 怎么来体现 你不是天天怎么大鱼大漏 三层排位 你才叫生活好 你把这就是上海能来聪明 把同样花这点钱 你把它做到 我刚才我们在开幕之前讲到 做到什么 最精致 对 做到最完美 是的 在你认为你能的能力能做到最完美的 对 那就是你认为很满意 但是不是说做到极致 做到最完美 同样一块钱 你花到最好的地方 用到刀刃上 是的 平常说我们同样是在休息 我们一起再聊一个很好的话题 再谈一下很好的一些项目 喝咖啡 在一个很好 很有情调的地方 大家共同都有情调的地方 和咖啡聊聊天 你的心情会非常好 当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整个状态是好的 你带回家的状态也是好的 当你心情不好的话 你带回家的状态也是不好 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上海男人也代表了上海的一种城市文化 虞秋雨他就说 近代以来上海人 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 就是说到你刚才的这个契约精神 就是上海人有很多心照不宣的 生活秩序和内心的规范 这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形成一整套的心理文化 对于你经常会看到 在上海会排长队 大家非常有秩序 不管是买东西也好 或者是排队也好 对吧 你像昨天前天 我带了一批老师 去了国际饭店 因为这些老师他都没去过 没去过呢 当然有的老师 他就是边上去买过蝴蝶酥 蝴蝶酥 一定要吃的 昨天也是排了长队 表现虽然也是疫情期间 但排了很多人 那么后来那些老师也是 排了大概十多分钟 因为是上班日子 然后他们就很高兴 拎了一大袋 那么讲 他们就回去做礼物了 那么讲到礼物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上海男人还有一点的 就是郭老师跟我都会有这样 就是有时候我们去见朋友的时候 对 伴手礼 其实不贵的 但是礼清情一重 特别是其实我们也都有很多异性朋友 包括有时候都去喝咖啡喝茶的时候 你带一些伴手礼 你就觉得很重视它 而且这些伴手礼 往往都是自己准备的用心的东西 虽然叫钱不多 这就是上海男女的时候 我要讲究一种礼节 其实这种礼节都来自于我们本身 跟我们各有的文化 我们历史的文化根源 都一样的一些 其实还有很多是西方带给我们的文明 带给对方 虽然一点点小多东西 带给对方的自己的真诚 大家看到你的一个什么 诚意 对 就无形之间 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而且为接下来的合作 可以打下很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发现没有 我们台三人行 我们三人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相对比较顺利 这样也跟我们平时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绝肠有关 守时做很多事情是有契约精神 然后各自负责 认真负责自己 自己的分内的事情 这个分内的事情 对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对于上海男人来讲 他身上所有的标签 都是一个相对的 你说他精明 他不等于是小气 对吧 你说他这个 特别爱家 不是小男人的体现 但是他也有很多对社会的贡献 对 而且我们现在聊到这儿 其实身上具备了很多很好的品质 那还有一个 我们前面再聊到的一个词 就是说 说到上海男人比较有腔调 这个郭老师应该还比较有关心权聊 对 上海男人比较有腔调的 很多人以为所谓的 另外的腔调呢 好像仅仅是你的在穿着上 或者说 就是你的行为上 当然这是腔调的一部分 其实腔调之类是广义词 你一样包围了就会放你 但是大多数年的我都以为 腔调就是你的形象 那外在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对 但现在说大家认为外在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就把这块把它 注重把它覆开来讲 可能上海人就是更讲究 米子 米子 1990年后就是跟外伙计人家里说 你去老婆去吃 但是你来店面上的问题 来来给做的嘛 给用筹票一定要用 对啊 你要提借一个呢 一个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内宁 加制制 我这个人来来所谓的 要跟白月相似 跟所谓的交道 因为我能认识他理解 非常形象 我认识他理解 随着大多数年的 上海人 不过多数年的 就是说 就是说是一些铁币 在日海人 基本上也不过来的部分 对对对 就是上海人就去 特首亚索 人家叫做亚索 特首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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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认识他 他也认识他 你一定要觉得 那后不是他一定明白 你一旦要许 往街街街头最好 最要叫量力出行 对对对对 所以我认识他 那不认识他 我现在都要认识他不好 我儿子说 我刚过年好 东西饭好 但是一来的山门那种 又到本京局那种 一定给他一路最好和上台去 对 各个体验呢 从上来 就是让他干了 尊重点 尊重点 其实它就是一种理 对对对 所以我也比较 我上来就是 害怕自己来做 太光害怕门口 我或者觉得比较点心 就是 让这人去清理的 而且忙忙 老家的弟弟已经活着了 你吹嘎教会 我也感到过 吹嘎教会证实了啥 包括老毒和哄情 老毒和派对 或者老毒和说应该是有宋教 宋教理解 因为他吹到老水里 我认识吹嘎教会认识三年 二组结婚 回到说老友好的那种结婚 结婚的时候老友好 关系的东方啊 伙伴也好 吹了相当水平 我就问你了 我问你叫结婚 能跟他吹了派对 一开始你结婚 或者我结婚 好样吹了没错 结婚的对方 但是我没想到这是一个手标的事 是一个提的 相当高度的本名高的 比较好的手标的事 能吹了好 得比你个尊重 对 这是我的尊重 当日还得到日子的尊重 我当日才不能尊重任何 还不能尊重任何 那些人能得到的是尊重任何 所以有种前段了 我听听说 哎呀 这好像做虚伪了 我这做不要蜜蜜 不是的 它其实我自己想 给本人那种尊重 能拿尊重的话 自己我提醒你 要吹他这么一位 我老爽人 我跟你说 我把尾巴好 把死刀 吹吧 整整自己 我记得 那就是跟 开放四级 那生活条件不是老好人 那种话 基本上清晰是在中学上 搞工作吧 搞劳动部 加开社 就是我个新闻人 跟那儿热的压水工 我一个人 要劳动部工作吧 当时常年 要劳动部工作吧 加开社 我带一里的几套 两套 一套没得上 睡 睡了晚上 一套保证的比较好 一套才可睡 对人呢 所有人 要打得清晰上上 被被停 终身上被被停 就是 就是个新闻人 来到小人房 阿拉的清晰剧阿拉的 阿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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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新晰八十地 就是后来 要清晰上上去 嗯 睡成晰 但人家窃窍 我记得 没有人家窃窃 所以要自不害怕往后去 这也是我们要做传承的一个原因嘛 就说到这个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 记忆是在脑海当中的 因为小的时候 印象当中 像我们老一位爷爷 这种出去的时候 他手上一定会带一点 这个纸巾 不带手帕 那纸巾用来什么 就是你涂痰的时候 不可以随机涂 你会去放着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到外地去的时候 用手帕会有很多人笑 然后拿着纸巾 我这纸巾也是用手帕 来干嘛 那是还要老女人 然后再用手帕 我每次就要纸巾 一个纸巾呢 我过来 就算一个不是鬼 都没鬼包 因为纸巾呢 我过来外面能提 自己的一个精子 叫仪式感 对 仪式感 在生活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仪式感 我们很多人觉得仪式感 有的人他用作作来形容 我有时候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我生活当中很多仪式感 你可以刚开始是刻意的 但是当你形成 这种习惯 就是这种文明的体系 它就变成一种习惯 刻在你的骨子里面 对吧 它就成了你的一种修养 刚才讲到一种习惯呢 其实我也讲一讲 因为我呢 经常是跟一些老同事啊 去吃饭 那么吃饭呢 都是去这些百年老店 对 比如说像烟云楼啊 丁香花园啊 上海老饭店啊 等等啊 那么我也经常请一些外地朋友过来 那么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 哎呦 周老师蛮有强调的 对吧 每次点的菜 都一个点的好 其实没花多少钱 但点的都很好 这不浪费 那哥周老师经常去给了 他点的最大好处不浪费 品质也很高 所以呢 他经常说周老师 你的下次菜单啊 你就直接给我一张 然后我就照这个 就直接给朋友买了 我刚刚讲的那个进宫出版社 那个张社长 他就是 他每次跟我吃一顿饭 就把我菜单留下来 下次就复制一下 拷贝就行了 拷贝一下 然后每次都得到朋友的好评 所以他现在就是 每次跟我出版 周老师 你这个菜单就给我 可以出版 我也生我 我也生我 我也不客意 我跟他不是客意的 就是已经在我的这个内心当中 已经形成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你像我请那个 严父亲孙子 严智渊先生吃饭 我们就请到杰尔金 杰尔金 杰尔金 刚刚杰尔金呢 杰尔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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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 那么人家以为是洗洁经了 你看 杰尔金其实就在宴荡路 这个这个 这个四南共湾 这个不是这个 湖姓路 对 南昌路这个地方 交界地方 一张路 其实当时呢 这个周老师也去吃过 周老师也去吃过 穿菜 但是呢 他不是很辣的 他有各式 他是海派穿菜 我海派穿菜 他不是现在的穿菜 所以呢 就是 你请朋友在那吃一顿 很有腔调 很有腔调 对吧 我们不是追求 纯时尚的 但是 人家觉得在这里有品味 因为上海男人的精明 细心 所以他对环境的要求 对 要求就比较 比如说 他往往是就是 阿里亚海尼科 阿里亚海尼科 从米空 从庞子 阿里亚海尽 就是为了爸爸 去浪费 所以他被选择这个范图 比如我的能力 我不能到和平范图 很高档的去请的话 我会请 我能力范围之内 最好的一家 所以这叫最好的一家 他的老字号 价廉物美 然后他去请的场所 也比较好的地段 但是价格也不很高 他技能符合 他这个经济条件 但是又不是他的体面 然后他又会讲 这个是老字号 非常我们主怀旧 也好 菜品非常好 什么都能满足 这就是阿里叫聪明 所以就是 你跟很多外地的女性朋友 在聊的时候 他们心目当中的 这个好老公的形象 几乎就是一个上海 上海男人 这四个字来代表 有的时候 即便是上海女人 也会说出很多 上海男人的小的缺点 即便是有很多不满 可是你问他 他还是愿意来找 一个上海男人 蛮有幸福感 对 因为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 这些所有的标签和特质 对一个女性来讲 好像几年听 我们在好像在 安福路上面 喝咖啡茶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 外地女孩子 一个在上海 新上海人 他也谈到 在上海女人 一个优点 阿拉克 能行不当中 还有你男人 对 你啪啪啪吐口而出 不加思索 不是为了迎合我们 对 你就 谈到 那是九年后 九年后 其实对上海男人的了解 也是很多的 对 我们上海男人 都在嘛 对 然后他就讲出 很多上海男人的优点 而这些优点 恰恰 他说 这些优点 就是我们女人 要找的男人的标准 不是 撇开上海男人 不说 就这些优点 他说 就是 作为女孩子 要找的 可以幸福 依靠一辈子的 男人的这样的一些要求 对 而上海男人 恰恰在这方面呢 就占据了 比较多的 这样的一些优点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不管这些标签 贴在这个 上海男人身上 他 他这个特点 所谓的 我们说 不管是优点 还是缺点 但他真的 跟这个城市的文化 就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上海男人 也是代表上海的 某些的一些文化 我记得在聊 这个话题的时候 小冬说 说到上海男人 必须稍微要提一下 上海女人 对 当然上海女人 肯定是我们下次聊的一个话 但是我想 因为上海女人 上海男人的行程 是离不开上海女人的 所以 它不是故意存在的 为我们下一次讨论这个话题 留下一个福利 留下一个福利 之一的一个著名的作家 所以他对上海男人这种评价 也是从一个 我想他不仅仅是从一个作家的身份来去评论的 也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去对上海男人做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勾勒 是因为讲到荣应台呢 他的母亲老了 已经走不动路了 他牵着他妈妈过马路的时候 还唱这首《永远的微笑》 是因为这首歌呢 也是 陈歌星也是我们老一辈的 上海男人 当时就是献给他妻子的歌 那么我想这个歌 它是非常有魅力的 那么陈刚在跟荣应台讲起 是他父亲创作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自豪的 对对 就是像你看看 就是陈刚的父亲 把这首歌写的这首歌作为作人家 写的这首歌写给他的夫人 这就体现了 刚才讲上海男人最对 既做到浪漫 然后呢 又非常恰到好处的 向夫人表达了自己的这种 爱慕自信也好 对他的这种喜欢也好 畏情 畏情 这就是上海男人的这种优点 很聪明 对 还有一个就 我有听很多人说上海男人不爱管闲事 对吧 就是 这是一种不爱 就是不重有情的体现 不能这么讲 所谓上海男人 其实我 比如东北 北方人啊 遇到朋友有事的时候 有可能上去 就两肋插刀去揍一顿 上海男人很有趣 他技术一定会审时夺势 对对 上海男人在这里面呢 其实又讲到一个聪明 为什么呢 上海人就在聪明 也在体现这边 他什么呢 他就是 很会把握 他这个玄势 该不该管 是不是他应该管 他有没有能力去管 嗯 有些人是没有能力去管 就下其境 嗯 然后呢 你不应该管 你也是下管 对 就他还能恰到好处地把握这一个田 他不是说他 就是什么呢 说我也不关心 有的时候他是很聪明 他会就觉得这个事 他没有能力去解决 嗯嗯 他也不是他应该解决的 其实 你也不明 这个两方的情况 是 所以你的有的时候 反而你的 突然的出现 嗯 非要把握上去弄瓦他了 对 所以才能把握上去 跟握上去 我小可一可 我小了 这样想 到底哪能 所以他很理智 嗯 很理智 对 其实我像我跟郭老师 其实都很热心的关心 对对对对对 也愿意帮朋友做很多事情对吧 郭管长也帮我很多事情 我觉得其实不是不管闲事 其实说 就是他有能力 他肯定帮的 对对对对 就我也是 我有能力 我肯定举手之劳要帮的 但是 我说大话 不在你能力 范围之内的话 啊我认得怎么样 到时候你搬不到 就会在心中去 去分析 去衡量 这件事情 我能办成的那个 比例有多少 对对对对 可以 一定是信手承诺 办到 对对对对 如果不行 不行的话 我去担心下手 对 我去排胸部去承诺 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 我们 我跟很多女性在聊过 其实他们说上海人 很多的缺点 但你仔细来去分析 他们所说的这些缺点 实际上也是优点的一种 一种展现 对吧 比如说你说上海人 太精明 实际上 你说 不够大气 对不够大气 但实际上也是 他会生活的一种表现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说到不够大气 太精明 上海人发明了一种 非常好的东西 嘎铃铃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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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这么说 用铃铃铃来比喻了 是最切当的 大家知道当时就是那个时候困难的年代 嗯 这些条件都不好 嗯 然后呢 上海人又很要面子 嗯 然后又很要这种 那种就是 爬得也好 干了个强调也好 嗯 你现在必须要出去撑身 嗯 当中撑身有什么东西 我在最后一旦 啪啪啪啪 顶上海人就像五百 然后有领头撑起来 嗯 就发明了 三个领头 无论什么 干领头 对啊 可是你看呢 为经济调医 正能生的时候 干领头的经济 嗯 然后呢 又要想做到最尾 完美 嗯 然后又要提 你这成色 你看 比如光那 在雨林的 米毛是要好贵的 嗯 可是终究是一种聪明 搞经济 或者笑气 所以讲 你怎么笑气 吹我去成色 不要吹 就把这个 往往那去干涉 嗯 它也会让自己 这个形象更好 对更完美 林桑老师看到过 加领头 加领头 有 我这个年龄有用过 嗯 包括我们上辈子用过 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 我是没用过 没用看到 我是用过的 70号是用过的 我是看到过 那年龄我吃过 我回到 而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有很多外地的朋友 也会要求你去帮他带嘛 嗯 那时候就是 如果你买不起的话 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去做的 对 所以你呢 就会在从上海嘛 来加领头 那里 从巴尤啊 先去啊 嗯 从上海嘛 干的就 起到哪里来用 啊 要用啊 因为在从上海 有个聪明设置啊 好 紧婚啊 好 我现在来看 人家的学习好 各种话 我记得没想过 学习的 上海 但凡结婚 或者说已经结婚了 50年代初结婚了 然后后面 就是经济条件的原因 嗯 百分之七八十 都有法能及 嗯 为什么马上及 过一个要马上 做多少打击 拔了 亏捆吧 就是各种 因为经文交集好 马上的让比较举 但是做出各种 马上就要 车口吹脸 小 经科 要叫做 比例或鸟子 鸟子也好 鸟子也好 马上来 日够要塞 日够要塞 因为我账票 可能马上 照做 这个账票马上 你日够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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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女孩 好想 他就提了 让黑女孩 觉得我在睡 但如果说睡 他会变你 因为他在干净 很热 有经济能力 整个人 给人家做到最好 所以他就要 拿五毛 然后也要 谁会做 他就会 他就会 炸地 炸地 这都是上海女人做的 对 对 我觉得 我最终提了 让黑女孩 就是什么 那个小气 日本人小气 学校起来 聪明 对对对 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父母都在部队 上海的婶婶 会帮我们 从小做衣服 那时候在部队大院里面 那是一种骄傲 因为都很时尚 对 那个做出来的衣服 都很洋气 都很时尚的 很多小朋友都会羡慕的 对啊 而且那个时候 我记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那个院子里面 有一个上海男士 男人会织毛衣 有的 他会织毛衣 对啊 所以很多人都穿 上海男人太厉害了 蛮好识 什么都会做 对啊 那各种方法 我都看得到 那里面有一个人 有的责买 就是看 那种有的眼光 那种可能 好像不可思议 男人应该做男人的事情 为什么去做女人的事情 就不能简单的 我只能跟女人做个人的事情 对啊 对对 那来打定的调集我都 当日非常容易 能有理系好 能有世界性好 能好有机会去住 当日回去 我觉得把小市场背双 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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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夫妻人的生活比较调集 比较困难 不是那么复杂 不过人比较 要靠工资 缺别 但那些事也老开 十三年块工资 这特别的 但那种老的 所以你家 过得好 夫妻人的 对吧 广东的 凝聚的力量 就是 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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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就是 给你做 就是给你做 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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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你做 那你会唱到 无语美美 就像很同样的时候 你应该 一定比 来到其他地方 生活比较 更加一个比较 所以你就是 给你做 给你做 对 其实上海人身上 有很多不为人质的优点 我们都说男人 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腰是很值 但是 你发现很多上海男人 会为太太去拎包 甚至会 有放 我弟弟有次 给他的那个太太 下来去细鞋带 因为这个腰弯下来的 实际上是对女性的 一种尊重 一种文明 对 并不是他要去 讨好某个女性 这个我有跟一个 一个那个教授去聊 过这个事情 他觉得很有 很有意思 他为什么上海男人 对女性比较好 这跟上海的这个 住房条件 有一定的关系 那时候住房条件小 男性们是很难 找到女朋友的 对吧 所以他要去找到一个女朋友 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相对来讲 他就这样 他从他的心理角度来讲 他和太太会有份歉疚 所以他会对他比较好 这是我听到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 这也是大概 那个时代 有这样的现象 对 而且那个时候 住房条件是不好 然后的确是 有的是 吃喝拉撒都在 谈朋友 约会都要到外面去 在上海改革开放之前 是有这种情况 那改革开放之后呢 那个生活 改善很多了 慢慢习惯就延续下来 但是有些习惯 有可能是延续下来 而且上海的女性呢 其实因为工作啊 各方面 其实在很多领域 都是很出跳 也是很努力的 所以有些男性呢 还不如夫人做得好 当然也是因为 也要现身嘛 一个家庭有可能 有很多男性 一个家庭的家世商 是两根支柱 两根支柱 是两根支柱 支撑起来 要富了一半 先生一半 两根支撑起来 所以缺了谁都不可以 所以说 我一个人可以把这 所以说有很多上海男人 他就 就是说为了家庭 甚至有的就 退居二线 或者是 做了很多家务事 对吧 这挺多的 刚刚就有问题 林沙老师讲的 就是好像 好像用这个方面去解释 好像有一点点的 道理 但是不是完全 我的解释 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是对海派文化 也是有一些研究 或者说什么 就得认真的学习 因为这个源于 上海的有文明程度 因为上海 大家说到 上海人最早 开普 我们开普生日之夜 在上海的底底位置 在上海的底位置 最容易 就是海外文化在上海形成 所以上海是在接受外来文化 接受文明的程度相对高一点 所以我们为什么他们就觉得 为女人做事可以折腰 他觉得不是折腰 这是种文明 是男人应该有一种跌宕 比如说 你为什么要女士优先 对 来鼻子 在重量 我听到 上海来印象 이고 在 crises 还叫折腰 今天 我想 父女 就是 我是蜡圾 祝你 거는 Long 對 女人一般人 女人要尊重 她不是一個 我取壞了一個用的 她覺得我們生活當中一個支撐 她是一半 所以要尊重女性 而且一下女性 體位過了一樣了 是半片天 侯也是一個 monarch 也是有工作 也是有經濟能力 甚至有些經濟能量 她都知道了 要不因為她在動 我會尊重 我特別尊重 女人本身她的性别特点 她也可以承受一些更多的压力 因为体内劳动出一些最困难的时候 冲在最前面 女人应该是得到克服的 是得到保护的 所以一国人觉得 这好像用这腰来讲 或者说男人会低下来讲 是不存在的 我是认为是种文明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职业女性是一个外地的 找了一个上海老公 她在跟她老公沟通的时候 就谈到很多老公的一些习惯 可能对于一个北方女孩子来讲 觉得太过于细腻 但这个她的先生回答 我觉得蛮经典的 他说你比如闯红绿灯 你习惯吗 你不随地吐痰 一直插队 你会觉得累吗 那你吃中餐 叭起嘴你会觉得累吗 你都形成一种习惯 你没有意识 对吧 但对于上海男人来讲 或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一些好的生活习惯 一些好的生活方式 你如果把它变成习惯 刻到你的骨子里面 它就变成一种修养 一种基因 变成一种基因 就有了一个良好的传承 对 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上海男人 是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男人都应该具备 作为男人都必须具备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女性之福 对 所以我们是希望上海男人 不断地在去修炼 跟这个城市的前进的步伐一样的 一直在进步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 当然也希望就是 我们的更多的作为男士 作为男生 作为家庭的一个 资助的一半 作为孩子的父亲 怎么样 说的 然后呢 更多的是 男人应该承担更多的一些责任 和担当 比如说有困难 女人冲在前 有危险 女人冲在前 男人的担当 必须要有的 所谓的担当 男人要有男人的一种乞丐 要有男人 哪怕 在危险的时候 我做不到 但是我在前面 我去挡到一样 能挡掉一些的话 就是担当 不是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 全部解决了 才叫担当 对吧 还有呢 我觉得就是 刚才讲担当 那么我想就是 现在我们上海男人 就有更多的一些情怀 跟格局 对 其实格局也更大 因为我们是现在 我们上海 很多新上海人 对 新上海人 他们也纳入到 整个上海的文化当中 他们有很多好的优点 包括一个海龟 我觉得就是 更多的一种情怀 就是怎么样 把我们上海的文化 更好地传承下去 另外呢 就是让我们上海 更加open 更加开放 然后呢 就是随着上海 城市发展的 这个步伐 我们就不断地走下去 我想 这就是我们 今天要讨论 我们上海男人 他既有时间纬度 他更有空间纬度 所以我现在讲的 就是很多标签 已经退去 但是我们有更多 新的标签 新的标签 新的文化基因 那么可以让我们 这个城市 更美好 同时也让女性 更幸福 那么也为我们 下一期 有机会 做上海女士 我们做下铺垫 我们今天 做好时间 我看了差不多 我们到最后 就用一中天先生的一句话 来作为一个结束吧 他说在这个 我们希望在上海男人的身上 不但融合着商业社会的精明 理性 还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雅和人意 那我们特别感谢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陪同我们一起 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 我们也希望 下面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发表 你们不同意见 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去留言 我们一起来探讨 上海男人 或者说 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说有具备的品质和担当 对 非常好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 就是也把我们上海男人的一些品质和基因体现出来 那么我说 其实上海男人 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 也是随着我们上海的发展 不断地在变化 所以我想呢 我们上海男人这个群体 也会为我们整个上海 建全球作业城市 做出很大的面 对 虽然我们上海男人身上被贴了很多标签 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偏见 但是却无法阻止上海男人 不断前进的脚步 但是这些偏见的慢慢 我觉得也会逐渐地得到大家的正确的对待 上海男人不是仅仅是上海的男人 是所有生活在上海的新上海人和其他上海人